上海必吃蟹粉汤呗 太太太牛了 不要乱想 这不是我男友 哈喽朋友们 我现在来到了上海 这个只有在地人知道的一家叫 叫什么名字 来来小笼包 来上海就必须要来尝一下 这边的蟹粉制品 在上海呢 任何食物被冠以蟹粉两个字 都会变得魅力无穷 小笼包也是如此 然后今天呢 我来到了一家上海本地人 推荐我的叫来来小笼包 那是已经在这边开了十几二十年了 真的 来这边吃的都是在地人 而且翻桌率很高 马来西亚的朋友 来吵一下 不用感到意外 这是本次上海工作小旅途之行的重要来宾 对 我现在在这个武康路这边 是我的朋友 我会往凌晨才到上海 对 所以唐般言误了 敬请期待接下来的影片 感谢感谢带我来 哎呦我太大了开的 我还想起来 怎么越来越大 突然变得我这么大 嗨 嗨 点餐 这家店生意还挺好的 现在是午餐时间段 我对面看到它是现包现做现蒸 都是震惊选的上等的首拆六月黄蟹粉 我教你吃小龙汤包的秘诀 轻轻提 慢慢移 它已经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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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教学失败了 本来要先开窗后喝汤 它那个汤提先流出来了 哇 它那个蟹粉好浓郁啊 它这个 哎呦我展示不了了 露了好多 但还是很沉 不管了 大吃一口 啊 你怎么了 它露出来了 我的褲子 啊 完了 这个蟹粉 把我裤子弄脏了 看到你太自动了 滚 哈哈 哇 哇 我吃了 哇 整个蟹子 等一下 它就不会那么烫 然后你放在这里 你也可以开始 它是汤汁嘛 有 它有很多汤汁在里面 原来是你比较专业 对 所以我比较专业 所以再口吃掉 嗯 好吃吗 太太太好吃了 蟹爆吧 蟹爆 好吃 然后肉 太鲜 很鲜哦 我的褲子 我褲子都吃了 小馄饨来一碗 大海的馄饨跟我们杭州很像 里面有紫菜 虾皮 还有我就喜欢吃这种小馄饨 我不爱吃大馄饨 你吃醋嘛 我们吃馄饨都是要加醋的 醋的话它的提味很香 我感觉莱莱的小馄饨 还是杭州的新丰馄饨更深一筹 这个皮嘛稍微厚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味道还是很可以的 嗯 大吃一口 怎么样 醋提味啊 很香 我们吃 对 这边醋特别好吃 它本身那味道没那么重 对 嗯 很香了 它那个汤其实很鲜 它是用虾皮的皮 上海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蟹 蟹黄面 海蟹粉蟹黄面罐 千千万蟹蟹肉蟹腿肉蟹黄蟹粉全起 这是工厂提前处理好的半车品完全不能比的 30只蟹的精华都在吃在面里找肉 今天喵酱在蟹肉里找面 你有比 这四周都那么腻 对啊 四周都会腻 这只要成功 我这只要成功 先咬一个小口 哇 里面看到蟹黄了 肉眼可见的蟹粉啊 嗯 好蟹肉 这个皮薄 蟹大 特别多汁 因为这一两不把 Gray红蟹肉吃 多汁 饿输 腻软 内嫩 内嫩 好的 嗯 点点汤汁 嗯 我们继续每每享用了 拜拜 不然这吃的 我褹子都已经忍不住要吃了 今天留下上海的回忆 第一站我的新肚子就已经吃满蟹粉了 拜拜 看到这里的朋友都会负得流油 惊吓少一点 惊喜多一点 我们现在已经吃好 刚刚还好我们提早过来 现在已经人满饭 刚刚已经有人在催我们了 让我们赶紧走 他们要坐我们的桌了 他们有钱 他就这样站着 看着我们 我感觉不走不行啊 我来他坐一会儿 那家就是刚才看到那家 好多好多人排队 我们就凑个热闹 其实不仅在台湾 哪的人都爱排队 都爱美食啊谁懂 到底有多好吃啊 这么多人排队 这家就是本包面馆的火招牌 面条筋道酱香味十足 就算平平淡淡点一碗葱油拌面 里面的葱油都能香死你们 喝一口对面的猪肝 再来一口自家的大肠 哇 这碗面的香浓 真的是谁吃谁 ắc把闹灭 boo 这场就正庙响 黑色追尽 lawsuit 也没意思 赞